请帮我们按个赞 蔡英文总统昨天到新北邦自家的小鸡站台 喊话说要让他快乐毕业的话 就要让民进党的国会过半 难道是因为他很担心 如果是侯友宜当选会恢复特征组 那他就没有办法快乐毕业了吗 汉婷怎么看 蔡英文执政的时候他很快乐 但是人民很痛苦 在疫情的时候 人民伤亡惨重 走投无路 但2021年蔡英文在干嘛 他在哀悼拜登的狗 2022年蔡英文他在玩元宇宙 当人民苦不堪言 民进党却在醉生梦死 在上酒店 搞小三 上摩铁 甚至当蔡英文他在吃法国大餐的时候 人民却要吃着卢渣米 配着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甚至今年还要吃到巴西来的过期鸡蛋 所以蔡英文很快乐 但是人民很痛苦 接下来马上政党轮替之后 就要成立特征组 要把过去民进党这所有的 一桩桩一件件糟糕事 通通都翻出来 过去缺口罩他就赚口罩 缺疫苗他就赚疫苗 缺快筛他就赚快筛 缺光电他就赚光电 吃铜吃铁 未来我们一定要政党轮替 然后让民进党回家吃自己 所以北投士林票投侯汉庭 在台南要支持陈以兴 让侯汉庭跟陈以兴 共同进入国会 才有办法来彻查 民进党执政时期的贪污不必 真正为各位实现 政党成绩的最强战力 别忘了我们目前的庶民大途家 恳请大家按赞 订阅 加分享 让我们监督的力量越来越多